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了一部想法大胆但智商不足的吸血鬼电影 影片开始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空难 而飞机上的乘客都是异象的学生 他们外出参加模特比赛获得了亚军的成绩 在返程的途中却遇到了空难 模特队成员全部死于这场空难 只有女主琪琪幸存并且毫发无损 画面一转,琪琪回到了学校重新组建了模特队 因为她打算在下次的模特大赛中获得第一名 而男主上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被全是妹子的模特队选了进来 在过程中,上官就喜欢上了身为队长的琪琪 一天,队长琪琪找到上官 说是模特队还需要一个男模 希望上官能把她的好基友刘川拉进队伍里面 女生的请求自然是要完成 但是,刘川并没有加入模特队的想法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上官以死相逼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刘川无奈只好答应了她的需求 万万没想到,刘川有一个叫刘峰的哥哥 而刘峰就是前模特队的队长 和其他成员一样都在空难中丧生了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模特队能够得到比赛的冠军 而琪琪再次组建模特队的目的 就是完成刘峰的遗愿 进入模特队大家才知道 帅气的刘川竟然是同手同脚 这场面怎一个尴尬可以描述 刘川帅气的外表吸引了模特队女生的目光 琪琪甚至邀请刘川去自己的房间学习模特技能 这样男主头上就绿油油了有没有 还是自己引牢入室 之后吸血鬼终于登场了 学校间铃发生了人员被袭击的事件 一名老师同样受到了面具人的袭击 琪琪也被发现晕倒在线上 苏醒过来的男老师知道真相 但还是假装失忆隐瞒下来 这一系列事件让上官怀疑到了琪琪身上 在上官的质问之下 琪琪吐露了真相 之前模特队的队长刘峰同样是一个吸血鬼 空难事故就是刘峰策划的 因为对琪琪的爱救下了琪琪 自己却死了 琪琪成为一名吸血鬼 如果不吸血自己就会衰老 上官割破自己的手臂 让琪琪吸自己的血 这时刘川出现救了上官 原来他也是一个吸血鬼 琪琪因为自己的苦衷得到了刘川和上官的原谅 模特队准备好进行新一轮的比赛 刘川因为同手同奖被取消资格 不过这次的飞行其实还是阴谋 模特队全体人员 不过是为吸血鬼们准备好的食物 空难还会再次发射 但是上官被事先喂了安眠药 看完 小编觉得这部影片的槽点不止一点半点 可以说漏洞百出 大家怎么看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本期我们讲到 我的吸血鬼学姐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